成日聽到自由遊戲這個字 到底實行時有甚麼規則 是不是100%由小朋友主導 自由遊戲的理念 是將遊戲的主權交給小朋友 讓小朋友在自主自由的環境 而怎樣玩 和誰玩 和玩些甚麼 這些都是由小朋友做決定的 他們的遊戲玩法都是他們自己想的 譬如曾經有個小朋友拿著一個兜兜 然後他拿上滑梯 然後坐在兜兜上 自己滑下來 亦都試過老師預備了一些很大量的交球 就這樣散修修 沒有東西玩 可能純粹丟來丟去 但有些小朋友就會把車胎搭鍋幾層 然後放一些波波 就自己做一個波波池 亦都試過有個小朋友拿出一個車胎 然後推推推 滾到一個 即是我們本身放了CDE機的旁邊 就好像一張椅子 他就坐在那裡 托著頭仔在那裡享受音樂 其實這些玩法都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戶外場地 戶外場地本身有一些固定的設施 例如有一些大型的車胎 還有我們坐下滑梯 還有我們坐下滑梯 除了固定物資之外 在自來遊戲裡面 我都會加多一些鬆散的玩具 小型一點的 讓小朋友可以自己的發揮 例如在這裡會有些紙皮箱 今次是紙皮箱 下一次可能是第二種玩具 這段時間的主題是夏天 所以會有些夏天的設施 會擠出來 例如有些波波池 然後有些兜兜 有些水泡 還有這裡有個水箱 還有隔壁也有些水管 還有隔壁也有些水管 阿大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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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老師就播音樂 聽到音樂就可以 好好玩 好玩 大王 。 那 最後一張 不知道 好想到 ? 小朋友,沒有音樂了,請你幫忙 收拾 來這裡 收拾完之後,來這裡排隊 開心嗎? 對 誰可以玩呢? 很開心 對 問問你們玩了什麼 和你最喜歡玩什麼 好開心 喜歡玩自由遊戲嗎? 喜歡 對,因為自由遊戲 很多東西可以玩 你剛才玩了什麼? 你最喜歡玩什麼? 水 我最喜歡玩水 你怎樣玩水 對 你會用水洗的東西 你在家有沒有幫忙洗碗 有 洗過兩次,你剛才懂得洗 是嗎? 你剛才玩了什麼? 紙箱 它玩了紙箱 我做了機械人和怪物 你做了機械人和怪物? 對 對 對 那一陣子,老師就請你把那本寶寧 你 揭開今天日期 畫畫 你就畫下你剛才玩了什麼 或者你最喜歡玩什麼 你可以畫下你和哪個小朋友一起玩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現在你慢慢搬回你的位置 坐下 KVN老師的介入會較多 因為小朋友始終都比較小 可能他剛剛接觸又不太懂得玩 去到高班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都玩了三年 所以老師可能會 很多時候都站在一邊 主要做觀察 直到有小朋友邀請老師的時候 老師才會去參與 試過有個K2的小朋友 其實他是非華語小朋友 可能他都習慣了 比較自由一點 所以他們對自己的信心 還有操作物件 都是掌握得多一點 那小朋友試過拿著一些車輪 自己搭高 他都搭得很高 其實車輪都挺重的 但是他們都玩得多之後 越搭越高 到有一次就真的很高 都差不多去到我們成人這麼高 其實老師都有點擔心 但是老師都很放任給小朋友 就可以試一下觀察 先看看小朋友的情況 後來竟然小朋友是自己可以爬上去 不需要老師扶 然後爬完上去 他又很有信心跳下來 在這個過程裏 我們除了看到這個小朋友的信心之外 我們也看到其他小朋友的情況 因為其他小朋友其實 其實都有一些很羨慕的眼光去看著他 但他不會因為 他這麼厲害 不如老師你幫我扶我上去 他們又不會 那些小朋友會自己又再試一下 自己砌砌砌 砌到自己覺得能力應付得到 他就會停 然後再跳下來 還有再繼續下一次的挑戰 我們看到小朋友在自由遊戲裡面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例如他們升級上面的轉變 有些小朋友以前很被動很害羞 但現在都可以很投入日本去玩 另外我也看到小朋友的創意 和他們學懂得解難 分析自律和和人合作 這些都是二十一世紀需要的能力 所以很值得繼續去投放資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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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